大家好,我是富胖的胖罗 由于自己馋了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想吃的蛋糕 抹茶红豆麻薯蛋糕 首先是成分表 把配方表写在前边 也方便大家自己实践 首先来制作红豆馅 将红小豆浸泡在水中过夜 也要把一丢丢糯米浸泡在水中 同样过夜 第二天可以看到豆子都已经完全泡发 胀起来了 把红豆连同浸泡的水一起加入锅中 再把泡好的糯米沥干水分也加到锅中 撒入一丢丢冰糖 开大火先将汤水煮沸 加入一些红糖后 转小火 慢慢熬成红豆粥 收紧水分 变成稠稠的红豆粥 取其中一部分 打碎成糊粿 然后把红豆糊糊和剩下的红豆粥一起搅和均匀 红豆馅就完成了 冷却之后红豆馅还会再粘稠一些 接下来就是重要的麻薯拉丝了 把糯米粉 糖粉 玉米淀粉混在一起 倒入牛奶 和椰浆 将所有的材料都搅和均匀 然后把混合液过筛两次 去除掉不均匀的小颗粒 把混合液装到要上锅蒸的碗里之后 就要加快动作了 不然液体容易出现分层哦 用保鲜膜把蒸碗封好 用牙签在保鲜膜的四周 扎上一些小洞洞透气 水开后把混合液放到蒸锅里 中火蒸15分钟左右 蒸过之后 混合液就变成了固体的糯米团 把黄油放到糯米团上 让糯米团的温度来融化它 接着用筷子将糯米团搓散 方便散热降温 随后将糯米团转移到大搅拌碗中 用电动搅面钩高速焦大面团 刚开始的时候 推动面团会感受到很大的阻力 但是慢慢的 面团就会变得越来越细腻 推动它感受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小 整个过程大概需要六七分钟的样子 这时候麻薯拉丝就做好了 可以拉出非常非常非常长的丝 即使冷藏到第二天 拉丝的效果也会非常好 做好的麻薯是非常有韧性和粘手的 所以我也是费了很大劲才把它成功装进裱花袋 接下来是戚风蛋糕 首先将抹茶粉和滴粉过筛一遍待用 然后把两颗鸡蛋的蛋清和蛋黄分开 在蛋黄中加入一丢白砂糖 搅合到感觉不到明显的砂糖颗粒 搅打蛋黄是为了让蛋黄起到乳化作用 使蛋糕的结构更稳定 不容易水油分离 之后倒入牛奶 搅合均匀之后再加入植物油 搅拌均匀 这里我用的是玉米油 也可以用其他植物油 但不建议用本身味道就很重的花生油 或者橄榄油 再次将抹茶粉和低筋面粉过筛加入到蛋黄糊中 不要用画圈的手法 快速地将粉类和蛋黄液混合均匀 拌好的蛋黄糊是偏浓稠的质地 如果偏稀的话 就是蛋黄乳化不成功哦 接着打发蛋白 在蛋白中挤入几滴柠檬汁 然后用电动打扳器 高速将蛋白打至湿性发泡的状态 中途将剩下的白砂糖分三次加入蛋白中 我是看感觉随便放的 反正是成功了 打发到湿性发泡之后 转成低速 再搅打一两分钟调整气泡 成功的蛋白霜细腻有光泽 会出现小弯钩的状态 先将一部分蛋白霜 与之前的蛋黄糊翻拌均匀 手法要轻柔 然后将拌好的蛋黄糊 倒在余下的蛋白霜上 同样用翻拌的手法温柔地拌匀 虽说要温柔 但我一直也不太理解是怎么温柔法 烤蛋糕嘛 主要就是靠缘分 将拌好的蛋糕糊 倒入一个六寸火底模具中 轻震模具 去除大气泡 烤箱预热好180度 将模具送入烤箱 转150度烤55分钟 出炉后 轻摔一下蛋糕散去热气 然后将模具倒扣晾凉 降温之后 将抹茶戚风蛋糕 小心地从模具里剥离出来 然后想办法把蛋糕分成差不多的三片 先将其中一片放入一个火底的蛋糕模具里 再放上一个大小适中的蛋糕围边 之后就要开始组装之前做好的蛋糕分布了 首先在铺好的抹茶戚风上 挤上一层麻薯拉丝 再挤上一层红豆馅 在红豆馅上挤上一层打发的奶油 然后重复这个步骤 也就是做两份四层蛋糕 最后将剩下的抹茶戚风蛋糕片 放在最上边 把蛋糕放进冰箱冷藏一小时 一小时后将蛋糕脱模 摘掉尾边 并且将不规则的四周抹平着 把一个比蛋糕大一点的慕斯圈 套在外边之后 就可以开始制作抹茶慕斯了 先将一丢丢流浪倒在小碗里 然后把吉列丁粉撒在流浪上 五分钟之后 把小碗在微波炉里丁一下 接着将抹茶粉与一部分流浪混在一起 搅合成抹茶壶 将热流浪倒在巧克力上 搅合到巧克力融化 再将钉过的吉列丁和抹茶壶 倒入融化的巧克力中 搅合均匀 把鲜奶油打发到八九分发的状态 因为巧克力稀了 所以奶油流动性差一些刚刚好 再次将抹茶巧克力来 过筛加入到打发的奶油中 将二折搅合至均匀顺滑的状态 然后将抹茶慕斯 倒入慕斯圈里 包裹着之前做好的分层蛋糕 用抹刀将抹茶慕斯的表面尽量整平整 再把慕斯蛋糕放进冰箱冷藏四个小时以上 蛋糕成型之后就可以脱模了 然后就随便搞一点装饰吧 毕竟蛋糕做到这里 我已经累了 接下来就随便搞搞 反正也不重要了嘛 那么本期的抹茶红豆麻薯拉丝蛋糕就完成了 现在切一块来看看里边的结构 还算是勉勉强强的层层分明吧 反正好吃就可以了 蛋糕整体的味道非常的清新日式 甜而不腻 抹茶的浓厚程度也刚刚好 看看这个麻薯的拉丝程度 多么的诱人 口感也是呱呱糯糯的 而且还能吃到红豆馅里边豆子的颗粒感 这是什么神仙蛋糕啊 那么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记关注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